來 特別介紹稻米 為什麼我們講水稻 因為這可以說是中華民國貢獻最大 超級厲害 非常有名中研院的研究團隊 那你可能會有人說 是嗎 人類經濟計畫的榮氧團隊不是有參加嗎 榮氧團隊聽就懂嗎 榮總跟楊明明 那這個榮氧團隊 對你沒有錯 他確實有錯 只是我民國獎的雄團員的話 他那個似乎沒有在這個official 沒有在那個官方的研究區裡面 有一次我們自己在做 但是水稻的就不一樣 你當然也可以說水稻主要是因為亞洲這邊在做 好 OK 你要這樣想不理 不過其實我們這邊的空間非常多 而且那是一個壓力非常不大量的計畫 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一個跨國的計畫 也是各個不同國家研究團隊很可怕的關係 因為他cooperate 但是同事業compete 所以非常的恐怖 需要分享 就是他合作也競爭 然後他有一個website 非常可怕 你就做了之後 你就即時的把你的研究成果 你會不會也搶快喔 你要確定你的品質是穩定的 然後你把這個順序解出來之後 就趕快po上去 然後他就會有這麼多個國家 你的貢獻度是多少 你的國籍就會移動 所以這不是一個玩game的概念嗎 沒有啦 沒有啦 而且我如果沒有基座的話 他是 如果這樣有一點可怕的感覺 還是很可怕的 他是那個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 蠻蠻蠻的國籍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傾向 對不對 然後無限不管這個 所以他們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你只要稍微你這樣 蛤什麼 孝心苦架 然後你這樣拍拚就 嗯 對 然後他很壞心喔 他到後面幾個就不會出來 你如果說全部都會出來 那知道還在 然後就把 怎麼可以這樣啊 然後 他就 然後痛 這樣可怕 所以 那當然我們的貢獻非常大